散步路上发现一只超萌的小狗狗,她的身上很脏,应该在外流浪很长时间了,跟她聊天时发现小家伙身上还有伤,不过看她兴奋的样子真的好可爱,于是就去超市买了点零食给她吃,看她着急的样子就知道饿了很久,可能是鸡腿太大,小家伙无从下口,鸡腿对她来说可能是她吃过最好的东西了,即便只剩下骨头也不放过。 后来又买了一根火腿给她,就在她沉浸在美食中时悄悄地走了。等到第二天,小家伙竟然还在老地方等我,老远就摇着尾巴跑过来,围在身边不停地转,可能是知道男子又给她带了东西吃。 虽然流浪了很久,但她可爱的模样真的让人无法抗拒,最终还是决定将狗狗带回家,由于身上太脏,先带去宠物医院做了个清洁。 现在看小家伙是不是可爱了不少,回到家小家伙就更加活泼了,看样子应该完全认定男子为主人。 相信在男子的照顾下,小家伙会健康地成长,以后也不会再流浪在街头了。